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托付周深 遇见了一定要远离 喜欢这件事情本身没有对错 但是如果喜欢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 受累的人只会是自己 也许有些人真的是很善于伪装 可是喜欢是掩饰不了的 最可怕的无非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不喜欢你 还要选择继续自欺其人 有些感情情愿恢复出场设置 也不要内存见满 不要把感情浪费在错误的人身上 也不要把自己随便交给别人 爱情来得晚一点没有关系 可以性格互补也可以是性格相近 但是要记住不能选择以下男人在一起 一不懂张布的男人遇见了一定要远离 在你们吵架的时候他从来不肯低头 凡是喜欢斤斤计较和身边的人 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 缺乏修精动不动就爱争论 非要压人一头 试问你赢了他又能得到什么呢 二小气自私的男人遇见了一定要远离 他凡事吧总是优先考虑自己 生怕你占了他的便宜 他的心里呢只会考虑自己 尤其是对钱看的十分的重要 一名呢嘴里说着爱你 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交往几年吧 生日礼物少之又少 三胸无大志的男人 遇见了一定要远离 不愿意奋斗 不愿意付出 只知道固守原地自甘堕落 这种一眼就能忘得到头的生活 可能在他的嘴里呢就是一句 你不就是嫌我穷吗 这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懒惰 四脾气暴躁的男人 遇见了一定要远离 为你推卸责任从来不会冷静 脾气性格呢也许是先天性的缘故 但是不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容易暴躁的男人不会解决问题 他们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五知错不改的男人 遇见了一定要远离 知错不改的男人呀最可恨了 如果你遭遇背叛 千万不要轻易的原谅 因为他们会觉得被原谅 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以后呢就会更加的变本加厉 丧失了最基本的做人的底线 抵御不了外界的诱惑 就承担不了家庭的责任 六自以为是的男人 遇见了一定要远离 一件事情呢你们有了分歧 他一点都不会考虑你的感受 只会一意义故行 认为呢自己永远是对的 自以为是的男人呀 最大的偷秘就是目中无人 像他的眼里呀 别人都是渺小的 只有自己是伟大的 每个女人的疏远之一呢 就是此生呀能够觅得良人 最怕的是爱时制热 不如婚姻变堂后 一不小心发现原来爱错了人 即使我们有反悔的机会 但对于生命来说 有些东西呢就是没有回程票的 你失去的呀 往往不是时间那么简单 毕竟错的人之后 最怕的是带给你一身伤 在每个深夜 每个恍惚间都痛全心扉 所以说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找到一个肯爱自己的男人 好多好多了 好多好多好多了 好多好多好多了